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话又说回来 起个大早的精神状态也会反而变得更好一点 我看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的精神也很好 好吧 我们先把男嘉宾找到来看一看他到了没有 我看到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不是我们王大哥吗 他在干嘛 在树子旁边 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王大哥 你好吗 你在干嘛 你在想不开吗 是 早了以后想不开点早死 我在身体上还是 比如我是高养生行业嘛 刚才我给大家开玩笑 我说我在旁边看那些大哥大姐在那打牌 仿佛看到了我以后退休时候的生活 结果我看你早就已经进入退休生活了 这个装了以后可以强身健体吗 他这个 做出对背部有好多背部一些骨骼 增强他的背部骨骼 放这些骨子似松来 不得把装骨骼掉下来 不不得 你要注意到大家 你不能每个本来都好 你不可能说一成 好好好 我给24点再来找你修 眼前这位非常注重养生的男嘉宾 大家是不是很隐熟呢 没错 他就是曾经来过节目的王大哥 大家好 我叫王于健 我上期来参加了发展有些节目 但是没成功 主要原因是因为女嘉宾觉得 我人比较安于现状 在工作上大概是上进去不设足 没有达到对方的要求 本期教育男嘉宾王于健 年龄43岁 身高1米70 职业康复师 月收入4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有住房 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发展游戏 我的要求跟之前也是差不多的 我现在想找的都是一个实在的女孩子 就是利益带小孩来 也是能接受 能只要是两个人相复各方面 性格 性格 沟通一些都能合适的话 最好女孩子的话不抽烟 性格温和一点 男嘉宾的择务要求 一 实在离异带小孩也能接受 二 不抽烟 性格温和 再次来到凡人游戏 男嘉宾的择务要求跟上一次一样 但这一次的约回相亲 他为什么会把时间约得这么早呢 今天约了一个大早 现在才八点钟你就到了 不是因为你退休了吧 早上睡不着是吧 早上睡得好 也挺的也是公园嘛 散步的人 你看现在是 中文老年人也都在这来 所以早上 毕竟空气好的事 复习来清晨空气 然后在前身那种 对身体还好 这个跟你相亲有什么关系 跟你相亲有什么关系 啊 想亲没一个嘛 那个 能睡 我看你能睡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在夏国还去工作 就是我这个时间呢 调整不过来 最早上早点睡 跟女嘉宾见面了 整个一天的机会安排 不过呢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噩耗 刚刚我跟女嘉宾联系了 她昨天晚上上了夜班 下班以后都是可能后半夜了 所以她早上可能起不来 要晚一点 要晚一点 怎么办呢 理解 理解 什么天还得很重要 还有个毕竟上夜班吧 那你这个不是成了 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室吗 好吧好吧 女嘉宾跟我们说的是大概 可能在十点钟左右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我们约的是九点钟嘛 现在八点过一点 所以可能差不多 你还得等一个多小时 愿不愿意等到 没关系 再等一会儿 对于女嘉宾要十点 才能够到达约会地点 男嘉宾表示并不介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真的就毫无意见吗 王大哥 你好你好 我看九点半了 女嘉宾说的是十点钟到 我们问一下吧 好不好 问一下她 问一下她起来 出发了没有 好 也没接耶 只不过还有半个小时 还有半个小时 有可能在路上吧 应该是 对 再等等好不好 行 王哥 电话来了 电话来了 女嘉宾打过来了 来 赶紧接一下 喂 不好意思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加了个班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情况我们了解 不关键 你现在过来没有啊 我来了 在路上来了 还在路上啊 还有多久呢 在轻轨站了 快了快了 到轻轨站了 到哪儿的轻轨站了 关键是 你你我们在这个鱼高公园 你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吗 你看一下你那边 大概还有五五分钟吧 哦 行行行到到到石销铺的轻轨站了啊 那下轻轨了走过来了啊 哎 女嘉宾你早上吃饭没有 哎呀哪有来得去吃饭吗 没有没有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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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好的好的好的 哎好吧 嗯 他也很辛苦 是挺辛苦的啊 好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电话接了以后呢 至少我们心里踏实了 嗯 马上就要到了啊 那刚刚呢 我也问了一下他 你也听到了 没吃早饭 嗯 嗯 什么好好 总部也可以一起吃的 哎 倒也行 但没吃早饭呢 有可能大伙来了以后 现在就饿得慌 等孩儿打了之后 也 嗯 也 嗯 你也火了吗 未必 哈哈哈 你别到了以后你再去 到了以后你再去 那真的就是午饭了 我觉得要不然现在趁着他 还有那么几分钟才到 我们去旁边看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 有卖早饭的 也可以 哎 给他准备一点早饭 这样他来了以后 哎 看到热气腾腾的早餐 肯定是莫名的感动 是不是 走吧走吧 我们去旁边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啊 嗯 跟女嘉宾通完电话之后 男嘉宾就来到了公园附近的便利店 为女嘉宾买好了早餐 两人今天的约会即将正式开始 他们会对彼此满意吗 好吧 早餐也准备好了 对 女嘉宾也到了 我看到他了 你看 你好你好杜鹃 这边这边这边 哎呀哎呀哎呀不要跑 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哎呀辛苦你辛苦你啊 其实我也觉得今天来的很早 但是呢男嘉宾呢 他早上呢因为睡不着 他也想早点尖刀你 所以他来的更早 他八点钟就到了 不好意思 我家还有个班嘛 你一定要有没有这个 那几点钟下班的 哎呀我家班 家里有点晚了 家到十一点多钟才会 才会去 你平时早上一般是几点钟起来 早上八点多钟 平时早上八点多钟 那以后可以陪你六万 今天因为昨天晚上睡得晚 是吧 不是今天我有在早上 我在公司里面前 因为有些东西要交代 所以所以早上也忙 没来得去吃早饭 对不对 哎呀早上不能不吃早饭哪 对身体不好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来不及买 男嘉宾刚刚等你的时候 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你看看你看看 而且准备了好多样 这个不同种类的早餐 我们给女嘉宾布捐 我们给她看一下 谢谢谢谢 热的热的热的 还有什么 这个里面还有什么 拿出来给女嘉宾看一下 哎呦好实际了 谢谢了感谢感谢 都可以 一个长转 这个就是 包子饭头 鸡蛋 鸭蛋 吃什么 多吃点 鸡蛋 鸭蛋 面巴 没有了 还没说 小心小心小心 哎呦 小心小心小心 哎呦你看你看 这个怎么不盖紧呢 这个没盖紧 有没有纸巾呢 拿点纸巾 我去拿点纸巾 你给女嘉宾猜 你自己有哈 慢点 哎呀哎呀 本来是好心准备的豆浆 没事没事 来来 赶紧赶紧 我帮你拿着 你擦一下擦一下 没事没事 我自己带我自己的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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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们的问题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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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是 就是 刚刚豆浆虽然是 撒了一点出来 但是把我烫伤了 所以豆浆是热的 赶紧喝点豆浆 喝点豆浆 男嘉宾的热情 就像这杯热腾腾的豆浆 都满了出来 那今天的女嘉宾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会被这浓浓的暖意 所打动吗 哎 大家好 我们有居民了 上次跟男嘉宾 今天交了一下 好像不大合适 因为呢 第一个 大家可能也看到那个瓶子的 那个男嘉宾的 那个 我说的 我开始都说的 我要找一个 比较清爽 爱干净的男生 那个形象就是 第一形象 我想接触 通过接触 能改变他 但是没法改变 所以说 我们今天 又在这里 与大家敬命了 本期交由女嘉宾 杜娟 年龄四十五岁 身高一米六三 职业公司后勤 月收入五到六千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女儿再读大学 虽然跟上期节目中的男嘉宾 牵手成功了 但接触之后 还是觉得不合适 这次女嘉宾 女嘉宾 也是再次来到了 节目相亲 她的择偶要求 会发生改变吗 这次来来 我还是跟上次一样 就是说 比较要找一个 成熟稳重 爱干净 顾佳的男人 希望这次来 这个 欢迎游戏 能够遇上 我的 心目中的 北马王子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成熟稳重 爱干净 顾佳 综合来看 男嘉宾成熟稳重 打扮得干净整洁 正是女嘉宾 所要想寻找的类型 而女嘉宾性格温和 个性实在 也是男嘉宾所青睐的 两人匹配指数百分之八十 今天 两人的相亲 从一顿热腾腾的早餐开始 这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那现在呢 杜鹃早餐也吃了 接下来你们就可以 公园散散步走一走聊一聊 好不好 第一印象 接近了他觉得 还是挺满意的 他身高一些 都是比较标准的 这个男嘉宾 其实还是很有耐心的 我本来就迟到了 然后他们一直在那里等我 从八点多钟开始等 等到我十点多钟才到 还并且给我 准备了早餐 我感觉到 是一个很不错 脾气很好的一个男人 虽然他比较大级帅 人看起来还是比较年轻 如果说要再说十分 技术上打分的话呢 至少也有八分吧 如果是满分的话 可以给他打八分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对于彼此的出印象都挺不错的 都给对方打了八分 在两人坐下来深入沟通之后 他们的感情还会继续升温吧 我玩学会一年的话 差不多要两万多 别人买个电脑的话 配置的话三四千块钱嘛 他那个电脑差不多一万块钱了 现在还轻点赚 可能打开价钱的话 有二三十万块钱 能不能够存在这种压力 你叫杜娟哈 我叫王玉健 我是重庆南安区的 工作也是住的是终于理调社的工作 养生馆的一个 养生馆吧 我也是在南平那边上班 是南平家养生馆 工作也还有我的收入 我可能收入也不算太高 也只有在十五千块钱左右的工程 所以我平常的 我一直没进行 可能大看也听得出来 我理工的还有一个鸟儿 现在在读大学了 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 一家工程管理公司做后线 工程的话 我们工程呢 比如说要出菜啊 或者将近的拿下来来 平静算的话 一个月可能有五千多路地 也就是五六千块钱的那个样子 今天四十七了 四十三 你还没结婚吗 还没结婚吗 还没结婚啊 你那个四十七都会说 还不结婚呢 我感觉自己也都 错过了那个结婚年 我现在做这个理调社工作 比较复杂很多东西 它是带有医学性质的 就是我以前也没学过医学 我专行做一个工作的事 我是为了今后一直干的 一块 所以说到这我现在 没有好多时间去社交 耍朋友 也是到这我现在担心的原因 那你说你现在一个人 你服务他们呢 我还是住到三八 那时候他们工有房子 我是自己个人是住到南岸一边 在担心设计 你房子有好多 我房子不大 我房子是一室一厅的 你个人住的话 一室一厅还是可以 就是两个人住也可以 但是不过说 有二宅的话 肯定是不够 肯定说我一边 我妈的房子以后 房子要大点点 那阿兵房子有好多呢 阿兵房子的话大概 不然现在目前 是两室一厅的房子 两室一厅 你都是男朋友 那块的话 有什么要求 就是住房那块的话 住房 其实说是 只要够住就行了 你才想到那个问题 你那室一厅一厅 然后你说 你够到三十厅才行 哦 因为那个毕竟说 我说的 要接受我的同事 肯定清天时还有个娃儿 娃儿肯定是更多我的 最少在一起的 所以说那个方面的话 对于说娃儿至少有个情事 坐下来之后 两个人将各自的工作 和居住的状态 都向对方全盘拖出 聊得也算是融洽 但接下来 女嘉宾的一个问题 还能让两人相谈甚欢吗 哎 好多的还想问一个 嗯 嗯 那种问题啊 你说这 你一个独身子 然后又没有结果红 我娃儿能够大了 还想生一个 我 我是看下 看来是经济状况 东西都是要看下 对 本来养娃儿都很困难 对 一块养个娃儿都很困难 毕竟你娃儿又是度大小 以后要生病那种 开支还大 也不是说 要比较低 对 然后就是你父母 对不对答应呢 呃 我之前也是聊过的 呃 呃 我妈自己讲 她说确实是以后 呃 对方不上娃儿 有个娃儿呢 这 也 也可以 嗯 那还是可以 你先答应的 虽然男嘉宾还没有自己的小孩 但是对于再婚 她也不强求对方一定要生小孩 这对于女嘉宾来说 也是减轻了不少压力 但对于现目前的女嘉宾来说 真正最大的压力 是来自于正在读大学的女儿 一会儿的话 我带着我一个女儿 然后现在开支一点大 她的开支一点大 在学校里面 因为她学的是美术这块 所以说 嗯 比较 嗯 买那些材料都很多 我们女儿呢 都是从小来 校生官员官员的哈 所以说她这次 嗯 什么 生活标准上有点高 我女儿就等于说 那个性格好 嗯 你女儿好大了呀 十 十八九岁了 玩儿学会移民的话 差不多要两万多 然后 生活 她做的是 生活会 嗯 美术上面的材料会 这些很贵 嗯 要三四千块钱 比如说 我们跟她买一个那个电脑 她那个美术的话 她那个要高配置的 别人的买个电脑的话 配置的话三四千块钱嘛 她那个电脑差不多一万块钱了 是 手机 这两天都在我两个在车外了 她说手机卡了 不好用了 要烦了 要烦了 然后要那个 什么 华为 P60的啊 还要512个 512个机的 我看了哈 五千九百八十八 六千块钱 我自己其实 开始不大 但是就是说 现在母亲来说 母娃儿还在学校里面 我已经等于说 就 丢了一个 习惯了 我还在乎这个 芝麻呢 所以说 我自己生死 自己用的话 必须要满足她 因为她毕竟的说 她大学现在 大学还有 现在大儿了 嗯 她们还要生本 嗯 嗯 我不介意她有娃儿 但她 女儿呢 我还是很认可 嗯 就是她的女儿 开销方面 都比较大 嗯 可的话 我觉得 有点困难 女嘉宾女儿 巨大的开销 已经让男嘉宾 感受到了压力 而接下来 女嘉宾提到的一个问题 更是让她压力倍增 这娃儿开销也大 然后再加上 青年的疫情 做生意也亏了点 嗯 然后现在还请点赞 可能大开 家庭下的话 大开有二三十万块钱 所以说 你说 刚刚我说 我们两个那点棍子 对于说现在娃儿的那种 人有犯罪 那些都不存在 对娃儿和我们的生活的话 其实也基本上是可以的了 但是对于说放赞来说的话 就有点问题 你心里面能不能接受 其实两个人如果是 能走到期 不是说 该两个生活开始 都要能走 如果是我们能接受对方的话 一块如果是 不管是我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都要去公司承担 我们怎么面对呢 那种 因为现在毕竟说 我的岁数也不小了嘛 对于说 我现在这个收入 就这样子了 反赞的话 我觉得有点压力 从来说 也想找一个对方 能够给我分担一下的那种 做人心里面就是说 行事我出来嘛 也不是说 必须的好 没有那种空 没有那种好 就是说能不能够 有那种 事先准备 能不能够承受这种压力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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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也 我也需要去考虑 那个问题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自己啊 虽然也有一些积蓄 但是也不多 在我的工作方面的话 跟我增加的压力也还大 可能跟我来说 可能要打对抗 其实呢 从我旁边来说的话 我都是还是很满意 就是一个 我的经济压力 和他的收入呢 也不成正比 因为我毕竟来说 年纪也不小了 我是希望对方 能够给我分担一下 但是对于他现在的这个 收入状况来说的话呢 我还是 开始有点犹豫 女嘉宾的债务问题 让原本对彼此印象很好的两人 都打起了退堂股 陷入了犹豫 两人的匹配指数 也从80%降到了70% 今天 两人的相亲 还能继续下去吗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不废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治保三边九 治疗肾亏肾虚十大病症 出过难题 重拾信心 购益疗程 嘉议员多得一瓶 地址 重庆市 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堂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 40名02380 08 40名02380 08 老公要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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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补肾 要补肾 要圣经 补肾就要补肾经 中华老字号 男人的治保 治保三边九 中华老字号 中亚牌 治保三边九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路龙 海马 河界 人参等20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补血生精 健脑补肾的功能 治疗体质虚弱 神经衰弱 腰背酸痛 用脑过度 心血头晕 经济健忘 刺汗虚汗 胃寒失眠 面色苍白 继续实检 十大病症 一瓶药酒 刺中朱智功能 一瓶药酒 治疗十大病症 马上喝起来 身体强起来 男人喝好酒 治保三编酒 治保三编酒 治疗肾亏肾虚 十大病症 突破难题 重拾信心 购义疗程 家议员多得一瓶 地址重庆市 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堂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 40名 023-8008 40名 023-8008 肾亏肾虚 会怎样 必不从心 感觉身体被掏空 肾亏肾虚 会怎样 胳膊腿发软 拿不起精神 干啥都觉得累 肾亏肾虚 会怎样 千万 刚刚还拿着手机 一会儿就忘记放在哪里 老了 中亚质质保三边酒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鹿虫 海马 河界 人参等20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补血生精 剑脑补肾的功能 降价了 降价了 药品降价了 中亚质保药业 90周年大庆 质保三边酒 原价159元一瓶 现在直降100元 只要59元一瓶 仅在本次特惠活动期间 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医疗程 加一元可换购一瓶 加三元换购三瓶 制保三边酒 治疗肾亏肾虚十大病症 突破难题 重拾信心 购医疗程 加一元多得一瓶 地址重庆市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堂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400 023-8008 40-023-8008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屋肌排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碗补肺功能 哎 亲爱的 你晓得我又 我又来那个 来相亲子来了 然后这次 我捧着的那个男人 我感觉到 他那个 我不知道他说了 我那个债务问题嘛 然后他就 感觉到他不是那个能力 不是那种很有实力 如果呢还是 那个表态很明确的 就是说愿意搬到我一起分担那些嘛 嗯 那那点还是 还是算还不错啥 他一个月 送出好的钱嘛 一个月 跟我们差不多吧 五六千块钱吧 这种吧 但是不过 他也没了啥支付 等等啥支的东西 只是说 我一 我一是想人放那么多钱的话 他 好像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我觉得哈 如果说其实 你如果说觉得 他人还不错的话 他既然有那个态度 都说是 愿意给一起放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开始 一片油气浪花 他都算是 转那个油气氧管的那种资产 他一分钱都不愿意帮你这个 他觉得这个 不管他的事实 其实也会说 那个跟他们那样是关系的 他不怀疑说得过去 但是我觉得 还不是有那个态度啊 你只说他现在能力不够 比如说万一以后 你们两个如果在一起了 能够享福光 甚至 比如说能力有提升呢 转钱的你越来越来 那花都是越到旁边 转钱的你越强 是吧 是吧 你觉得 哎呀现在也是 那个一哈 别个男人都出青春了 就是有那个实力 他也开始也不会 能跟你说得行是吧 只要他用一个 他淡淡的也是一个 也可以值得 值得托付 好 我觉得你多跟他那个 了解和接触一下 以后就是接触一段时间 你慢慢观察一下 是吧 你觉得真的是不错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他个机会 嗯 我也是哈 啊 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再出来给你看一下 我们一起去做一哈 要得要得 就是啊 我们也帮你 把话关到那些 看一哈 他就怎么样 前面了解一哈 嗯 接着后去上话 好好好 拜拜 我也跟我贵妮 两个沟通了 沟通了一哈 呃 我贵妮也是这样说 她的那个 这种态度 呃 没有 对我的那个 债务所吓到 也比较 呃 愿意跟我一起分担 所以说 嗯 在这一点观点上 税长我有一 一些 嗯 嗯 对她的经济 是有些忧郁 但是对她的态度 我还是觉得 嗯 很很不错 在女嘉宾 犹豫不定之时 跟闺蜜的一通电话 让她的顾虑打消了不少 对男嘉宾 也回升了不少的信心 特派员也是趁热打铁 拿出了爱情盲盒 希望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 好了 爱情盲盒的环节 希望接下来的你们都能够 真诚坦诚的 来快问快答 啊 呃 我们先让女嘉宾杜娟 你来抽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你的伴侣 你会这么做 哎 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个是会发生的 肯定会发生的 啊 肯定会发生的 嗯 你是指的你孩子一定不会喜欢她吗 还是说只要是你的伴侣 孩子都不会喜欢 不是 是 是这样的 嗯 我们那个玩呢 有点 呃 他就喜欢夸划的人 买到喜欢 顾他 嗯 随着 就说有别人 有别人 有别人 找他 背到男的 叫我女儿 嗯 嗯 这个我们大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呢 哎 我们都要相互的理解 有些事情不要让人生 人性啊 该让的要让 那把命 男儿呢 能 我可以跟他说 他毕竟是个小孩子 但是不要去小人过 嗯 他就是这么人性 嗯 你就移到他点 两边做工作 哎 两边做工作 那如果两个人 大家要做一些呃 理解 你是希望谁能够付出更多一点 你是希望谁能够理解的更多一点 毕竟呢 这是暂时的 我希望 大人 哦 要让到小孩子来 那刚刚李嘉宾表达了他的态度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想听听 男嘉宾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和计划 嗯 这个对于他来讲 其实是有挑战的 因为他没有结过婚 嗯 他没有婚姻的生活的经验 他更没有过孩子 他完全不了解孩子的想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想 他能怎么做 是很考验他的智商和情商的 我们来听听男嘉宾的想法 其实一个问题 我自己 我也 我也不是很清楚 要让他对待他 和他玩 在一起相处 然后让他玩了人 人口 一个问题 一个 只在生活当中 我要多 嗯 多跟一个独角 沟通 嗯 比他玩 也是 十八九九九十 也不小了 都是成人了 都快 所以一个 只能听到 像刚才独角他说的一些 但是 王大哥是这样子的 虽然你没有过婚姻的经验 你也没有养育过孩子 你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他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考验一下你的为人处事 都关系他和我儿子 都是平常 嗯 嗯 维问孩子 一些 嗯 生活中的一些 一些事情 生活上面你打算怎么去关心照顾他 说实话 他女儿已经大了 对吧 你们俩性别上面 又不一样 啊 你作为一个 他根本 没有感情的 不亲的 一个异性 你去照顾他的生活 你要看人家越不越异 就 都问独角了 最问他 对 这个倒是说到点子上了 你首先第一 你要多向杜娟去了解 了解她的爱好 对 你要向她去问 对吧 你不熟悉她的女儿 她妈熟悉她 你得多去向她妈了解 哎 女儿喜欢些什么呀 她对什么感兴趣啊 对 然后你从她的兴趣去入手去着手 机会是她自己 你要创造的 就会拉近你们俩的距离 是不是 对 爱情盲盒的问题 拉近了彼此的了解 两人的匹配指数也从70%回升到了80% 而接下来男嘉宾的一个举动 更是让她在女嘉宾的心中加分不少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芝老可喘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要无几补肺完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图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盘熊丹粉冠名播出 福禄康盘熊丹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丹粉 清热明目平干对刚好 肠聚会咽喉痛 用OTC国药福禄康盘熊丹粉对刚好 眼睛中眼睛痛 用OTC国药福禄康盘熊丹粉对刚好 刚好有福了 有福有路有健康 福禄康盘熊丹粉 肚子痛 贝斯蒸 breakthrough 通约的要求 肚子的浏在了 腿后看 别愿意 策毛腹 所以老婆平时都没能够出去岸 我们哪有事情嘛 人们也没得个心情欠嘛 哪有心事去做到岸 没点儿去闲事这种 这个还是以后要经常按着去 按着去把这个精髓调理好 以后就会有很多人带精髓病了 那时候手都麻木地拿出感觉了 这个是跟精髓有关系的嘛 你从那个方面很多年了 你的手法还正尊的 很多年了做工作 就是有个行业的肯定要把它做好事 就是有些按着很痛 但是那个按着很舒服的终于不痛 肩膀一块儿的肩 所以生活方面我们大家都是很不容易的 我看的脸辛苦 但是身体还是要保养好自己 那其实以后如果有力了的话 我就不是健身了 一会开始了嘛 在家里面真是可以想 他这个按摩的手法真的是很不错 跟我来了 然后我的身体我全身都轻松了 其实找个这样的脑口也不错 以后的话 身体也会带来帮助 要的尽量尽量 尽量我们能相处 相处多一段时间 尽量你能接受我 男嘉宾专业的按摩技术 让女嘉宾赞不绝口 两人的感情也在这亲密接触当中不断上升 而在最终选择前 女嘉宾也是为男嘉宾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肚子到了没有 是到中午了 是有 我来弄我的名票 好好好 来来来 是什么意思啊 打了包啊 我去煮的 你自己做的啊 嗯 你自己亲自去煮的 是的 为什么要煮一碗面呢 他们说你们那里走了嘛 然后刚刚那里吃这个东西 早饭吃了中午那个时候了 我看他可能饿了 然后他也喜欢煮饭 现在我也喜欢煮饭 上上我的周围嘛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撒一下 看我嘴好不好吃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面的麦香好不好 我们让杜鹃先打开来 哦 丸子 嗯 麦香上面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 做得挺好的 想冒想养的 跟外面麦的麵 那个看就是一边养的 你不是自己下面的 要做在家里面 那你看 从麦向上来看 杜鹃下的这一碗 爱心弯杂面 和你自己平时在家里下的面 有什么区别没有 我觉得他做的好一些 从外 这个做面的那个外观整体 来看的话 色香味俱全 做得挺好的 那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呢 我们先让男嘉宾 先尝一下好不好 来 来 我给你准备一个桌子啊 重新人吃面 不是都是叫板凳面吗 你放在板凳上面 方便一点 干铃 我看男嘉宾此时此刻很享受啊 享受这碗面的色香味俱全 也享受这碗面带给他的这种温暖 但是我如果再不去打断他的话 我估计他把这碗面吃完了 他可能才站起来 好 大家来来来来 我打断你一下啊 你可以把面端起来啊 味道怎么样点评一下 反正我觉得就是做的比较好吃 我也说不出一个句 实难 我不错 虽然他嘴上没有这么说 但是我从他的表情当中 应该看出来答案了 杜鹃亲自为你下的这碗面 一定是比你外面去买的面更好吃 那以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以后啊 我也希望他能每天给我下面 在屋头龙方那些 好 然后也希望跟他能 能长久在一起 哇 好 这个男嘉宾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了 希望每天都能够吃面 吃你给他下的面 还是比较好养活的 他也不怕吃腻了 当然更重要的男嘉宾 也是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是希望能够跟 吕嘉宾在未来的日子里边 共同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表态了 当然我觉得杜鹃亲自去为男嘉宾 下这碗面 其实也是自己态度的一个表达 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跟他 在未来共同大家 同吃一碗饭 在一个锅里吃饭 在一个锅里吃饭 对吧 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的 那我觉得既然 大家都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 大家互相告白和大家表达态度的仪式了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选择的 这样的仪式的这个环节了 最后我再明确地问一下双方的态度 那大家是否愿意 从朋友开始做起 好好的再多去了解对方 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生活在一起 你的态度呢 我愿意 杜鹃呢 既然的 我看现在他也是比较细心的 然后也有很诚意的 条件也不错 可以以后一起全部了解 跟同情节 女人稍微含蓄一点 矜持一点 但是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两个人都愿意 好吧 那么你们就说好 从此时此刻开始 那我们就从朋友开始做起 在节目之外 更多的更全面的去了解对方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里面 能够看到你们携手 共度美好的人生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芝老可喘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要无几补肺完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哦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是半途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 肺部健康防线 养物集盘 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晚补强肺功能 说实话 今天我们女嘉宾杜鹃的情况 稍微有一点特殊 因为她之前 要供养自己的女儿 所以欠了小三十万的债务 那这一度呢 也成为了今天他们两个人 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很大的一个困难 这也是对男嘉宾 一次巨大的一个挑战 当然通过了这场考验之后 也让女嘉宾 看到了南方的态度 男嘉宾也更多的知道了 女嘉宾真实的想法 也许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 四十不惑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他们也更知道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也更知道 在这个年龄阶段 对于自己来讲感情 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 虽然有矛盾 虽然有困难 可是他们也有相同的 一致的看法 那就是希望 接下来能找到一个人 大家能够互相来扶持 互相来帮助 接下来共度美好的余生 那么也希望在接下来 他们能够从朋友开始做起 好好的去了解对方 当然更希望他们能够 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未来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好 那我们电视前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想来相亲的话 大家可以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到 龙湖西印城二楼 反而有喜线下 互联服务中心来直接报名 爱情靠争取 由外播放弃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